我这儿说半天你听不懂啊 这么着 你先拿着这个 我这儿一堆事呢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你打我手机 我给你联系扶乔 大爹 给你们添麻烦了 麻烦您 告诉乔 就说 就说我同意离婚 这钱我不能用 姓哥你说你挺明白一人哪 你早这样怎么会有今天哪 记着这次教训吧 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能没有勾勾坎坎呢 往前看 无论你今后是回家养鱼去 还是继续跟这儿干 踏踏实实的 做人哪 还得老实 本分 我的意见哪 这钱你拿着 毕竟是夫妻已成 这也是抢了心意 我问过大夫 为了因为肺炎引起高烧 眼睛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就等着换眼角膜呢 就等着换眼角膜呢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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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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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му 是那个丫头 是吧 我没有人眼睛 你可能真看不见了呀 怎么办 我跟医院找不到怎么去的 我去 会有办法 还能走这两天 走一步 失一步 其实这辈子 是吧 站着也就是几十年 躺下才是永生 妈 你 别这么说呀 这 这不好 这不好啊 妈 昨天晚上要去那个丫头哪儿去了 就是喜欢她 是吧 忘了她吧 她心里边 除了那个鬼老 就是那个小羊娃娃 谁都看得出来 她们两个人爱得痴情啊 这个丫头啊 为了这个鬼老 为了她的闺女 眼睛都瞎了 半句怨言都没有 这个鬼老 为了这个丫头 花了大把的钱买药 还想把自己的眼角摸 还给她呢 这丫头啊 真是可怜啊 给我好看的一双大眼睛啊 这么有神 看不见了 太可惜了 妈 这个 没事的 这辈子 我 我就是她的眼睛了 这辈子 妈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我 我 我 不是这个意思吗 您别着急啊妈 不是 我 我错了妈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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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大华仪如果不是有急事 肯定不会离开您的 你就别黏着她了 人家现在是离不开她了嘛 大华仪遇到了烦心事 什么事了 李超是外来公子女 没有资格在当地参加高考 大华仪的侄女周薇 眼睛失明了 得换眼角膜 还有 出租屋里的红仪 得了癌症 目前情况非常非常不好 您看 大华仪遇到了这么多的烦心事 咱们就不能稍微的理解一下人家 这种事我都不知道的 她从来都没跟我讲过 你又不是不了解大华仪的脾气 她是怕你误会 哦 我是那么不识好歹的人啊 真是的 好了好了 你快去学习啦 不要管我啦 那不行 我答应过大华仪 在她回来之前 我要时刻待在你身边 哦 好好好好 那你去把课本拿来 在这里做好不好啊 嗯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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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é abe 小姑娘 我一想 不要 红姐 干嘛呀干嘛呀 怎么都起帖子了 雇主送给我点心意 名牌你看还没开封的 这标签在上面送给你 这么滑我怎么穿呢 这花大姐似的 我穿上成老妖精的 你皮肤白 眼睛又圆 你穿上老妖精的 穿上好看的 你怎么不穿呢 我给你拿来的 你 没法穿 你穿上要不让我看看 爱穿不穿 妈 妈 你就让我陪陪你吧 妈 我下辈子还要做妈的儿子 儿子啊 妈这辈子要你这个儿子 吃了 妈 妈 你太累了 妈是太累了 太累了 我为了你 太累了 她和你自己的朋友 我跌倒抑了 你自己的孩子 晚安 去睡觉 每月都是你帽子 妈妈 我 Italia 我没能留住 你妈妈 就这样无情的分离 而我卻无能为力 妈妈 生命里永恒的记忆 告诉我生存的意义 绝不是只为自己 走好 妈妈 让我擦掉你脸上的泪滴 亲爱的妈妈 素不尽的思念 忘不掉你慈祥的笑脸 你把全部的爱 都留在我身边 儿子会更坚强 成长在这世界 亲爱的妈妈 看到你在天边 为我送上温暖的祝愿 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有一个家 你让我更坚强 我第一次在悲伤 妈妈 让我擦掉你脸上的泪滴 让我擦掉你脸上的泪滴 我擦掉你脸上的气 你把全部的爱 都留在我身边 你把全部的爱 都留在我身边 为我送上温暖的烛鱼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有一个脚 你让我更坚强 我不会再悲伤 卷宗旨的名字是保密的 我只知道这位卷宗旨 是很善良的 是很爱心的人 我相信他一定会保佑你的眼睛 你一定会中间光眠的 谢谢你 华特先生 你真的搞定了 太好了 老公 我们全当为公司人才投资了 李超学业有成以后 还可以为公司服务嘛 这样的话 大华已经卸掉了这个沉重的负担 就是啊 这样啊 李超就有疏毒了 大华呢 也不会离开我们家了 是 老公 谢谢你啊 美严 当初儿子说 非要让我去求求大华 说只有他才能救你 我呢 是只相信他 不相信大华 你还别说啊 真亏了他了 儿子后来跟我讲 说大华的身上有一种我们不具备的东西 我问他是什么 这小孩子讲不清楚的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大华接触 我知道是什么了 什么呢 那就是缘分 是啊 是缘分 不行不行的耶 我现在还是没有力气呀 实行的 我真的没有力气啊 你已经走了 你已经走了 来 我这样子下来再一会儿还会不免费 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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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正在帮助了一个调换地的导训练 大华 这是电视台的记者 他没有采访你 这忙着呢 大华 你好 我这手上都是汗 没事 我都听李经理和我说了 说你是个干活认真 而且讲信誉的人 雇主们都挺信任你的 把钥匙都放心地交在你手里了 并且你却为了保护这钥匙 在一次歹徒抢包的时候 拼死不放手 自己却被摩托车拖了十几米远 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病人 找了十几个终点工都干不下去了 您却为了他辞去了 做了几年的十几家雇主 到瘫痪病人家里伺候他 而且这个病人还曾经不公平地对待过你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李经理 你跟人说这干嘛呀 怕什么呀 我又没有乱说 记者啊 他们在找最方便的素材 我就推荐你了 你是我们公司金牌终点工嘛 记者 那个病人就是他 我叫白美燕 就是你说的那个瘫痪病人 不过我们家里 不只用了十几个终点工 我们家是用了三十几个 他是第三十三个 大华的事我比较了解 要不我给你说说他的事迹好不好 你给我一次露脸的机会嘛 那太好了 那就从大华姐帮助您开始 恢复训练走路那段开始吧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梁大华的 在北边的地方 大华姐帮助您的 你 你 周深雪 周深 哥 哥 我看见 我看见你吗 姐 我想摸摸你的眼睛 谢谢 阿泽先生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要是没有你的努力 就没有我这双轮 从见天日的眼睛 不是我 好疼 对不起 我必须得让她知道真相 不然我会不安的 这位小姐 你的眼角膜尊重着 是红衣 贝儿 我会不会不船 买了 是 因此 还是 妈妈 你可以的 来 再来一个 好嘞 转一个 转一个 终点工梁大华在这种体育之后 给记者了一个本子 在这个本子当中 记录了终点工们所经历的一些故事 故事非常能耐人询问 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弱势群体 终点工们 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会影响着这个城市 这不仅是对于这个城市的挑战和考验 同时也是给政府提出了一个 关注民生大计的难题 这个记者太能说了 哎呀 记者嘛 都是这样子的 靠嘴巴吃饭的了 当然讲得好 那都是你的偏见 其实这些记者都很有正义感的 他们只是说了你想说 而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 梁大华最后说 他有两个心愿 也是他最关心最难以解决的事 一个是因为他儿子户口的原因 不能在这里参加高考 第二 他则关心的是 谁会为这些终点工的伤残养老保险买单 这两条是我最想说的 自己叫做画龙点睛 不过大华 你现在不用为这个问题担心了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了 什么好消息太太 老公 我把这个李超啊作为公司的人才投资了 负责他的交易学费 太好了 不行 那种学校我们李超上不了 先别说不行 回家去问问你老公儿子 看看他们怎么说 回来了 您那节目我看了 真好 妈上电视显得老多了 没有 学校也知道这事了 校长还找我聊了一下 问我是怎么想的 上电视有这么大的影响 乔 肖叔叔拿来的 在全国招生 不受户口限制 华丰中家 这是政府和加拿大合办的学校 毕业了 可以送你去加拿大上大学 可是这一般人上不起 肖叔叔公司 担付你的学费 算他们公司对人才的投资 我不去 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想起你自己的实力 这是什么呀 超 这是我跟老师要的参考书 还有课探笔记 你早就做好回老家上高中的准备了 嗯 超 你是妈的理想 妈 我不是你的理想 你的理想属于你自己 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它 要不然 会像红衣一样对我失望你 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跟着爷爷姑姑念书 妈不回去 妈得留下 我得守住这儿 发展自己也得挣钱 将来你上大学 再将来你出国 都得用钱 妈可不想因为再没钱 而当务你学业 行 如果挣钱跟我读书 是妈的理想 那你就留下来挣钱 我一定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 妈 相信我吗 妈相信你 哥 蒙了吧 啊 你请教我呀 我比你有经验 你这说说说什么呢 吃饭了吗 吃过了 你我看哪 以周围姐的脾气 她是一定要嫁给你的 哎呀 三下 其实这件事 哥 比谁都清楚啊 我跟你周围姐的感情啊 从一开始到现在 哪都不是爱 周围之所以坚持要嫁给我 那是因为妈 妈跟我说话 说让我放开周围 她说她会看到她的幸福的 哎呀 其实妈说这话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要 把自己的眼角膜 捐赠给周围了 哥 周围姐的脾气很像吧 塞啊 那 那个 我 我跟你说呀 我帮你的合作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 啊 很好啊 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 高端家政的范畴 是其管家 秘书 理财 事务与一身的家庭助理 不仅要求学历高 而且要经过专门的培训 不过 就是缺资金啊 那个李元香不是很有钱吗 他那不叫有钱 而且投资一个项目 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的 哎呀 哎 可以找到那个肖 肖 肖先生了 听说他也是个有钱人 哎呀 大花姨 大花姨 来来来 您坐坐坐这儿 来 坐大花姨 我听你们哥俩谈着投资的事呢 哎 好 我呀 我这有一雇主欠我一人情 哪天我带着你们俩去见见他 谈谈 行啊 谁啊大花姨 刘丽 刘丽 刘丽啊 那是大花姨的雇 雇主啊 大花姨出庭作证 帮她打赢了官司 哎呦 大花姨还能打赢官司呢 嗨 刘丽很精明 很能干 你们俩要是跟她谈下 可千万不能含糊 哥 以后我要开了公司 你们就来一块跟我干吧 行啊 我就归你领导了 哎呀 嘶啊 哥是这么想的呀 哥想先把妈的骨灰呢搜 回老家去 跟爸安葬在一起 爸跟妈在一起 总得有人守着吧 你是不是想躲着周围姐啊 哎呀 不不不不 你哥说得对 这也是你妈的遗愿 哥 我跟你一块回去 爱我就这么难吗 你不觉得钟灵哥可怜吗 我知道你才感恩 你想用你的怜悯感恩 我还能拿什么来偿还红利的恩情 其实 你不懂男人的心 你的怜悯是很伤他的自尊的 哈特 哈特 你比钟灵哥优秀几百倍 有钱有学问 可是他呢 他什么都没有 只有我 我明白了 太太 您跟先生的心意我领了 你们想帮李超上学这事吧 我真的我 我 大华 这件事情你怎么会不懂的了 现在我先生公司生意好 钱赚得多了 他赚钱是要回报社会的 你说他要是到什么灾区啊 贫困地区啊 资助个小学什么的 和资助李超上学 这有什么区别了 太太 这毕竟是一笔钱 我 我要如果接受了我今后 我这辈子再搭成李超那辈子恐怕 醒嘞大华 你这个人我最了解了 又是那一点点自尊心在作怪 我让你回家问一问老公孩子 李超是怎么讲的 李超很有信心 他说将来一定要考上一个中国最好的大学 而且孩子现在已经做好 回老家参加高考的准备了 回什么老家高考了 我这个人也是的 以前很挑剔的 也错怪了你不少事 你也得让我报报恩苏苏罪呀 你要给我这个机会的呀大华 最重要的你知道吧 我这个人啊 思心很重的 我是不想让你离开我 离开我们家 太太你放心 你的病没好利索之前 哪都不去 哎 我的病好了你也不能走哎 好 好 嫂子 你看看 这谁呢 你看看 这不小致啊 给你寄钱了 是公安局的同志赚给我的 丽云 以后每个月这上面要有新的数字 就说明小致啊 活着呢 而且像个人样的活着呢 对不对 嫂子 这个钱 给超用吧 是干净的 我这不手脚都挺利索的吗 有活干这不挣着钱的吗 我不是那意思 你拿着 嫂子用的时候跟你要 我不是那意思 什么时候回来的 谢谢 昨天晚上差不多凌晨一点了 把红衣安置好了吗 和我爸合葬 旁边还有我的亲生父母 我也给他们扫了木 你哥呢 他肯定一早就去找活了吧 这什么啊 你看吧 我要开工了我先走了 拜拜 伟伟啊 钟森会把这里的一切告诉你 我就不多说了 只想对你说几句早想说的话 妈临终前跟我说了 让我放开你 她想看着你幸福 可你重见光明后并不幸福了 每当我看见你那双眼睛里 含着勉强 无奈 都像针刺在了我的心上 很疼 很痛啊 都养了十六年了 才发现不是自己儿子 这种事情也有 喂 我是梁大华 你打错了 谁了啦 他怎么知道我名字 说自己是市长 怎么不说省长啊 哎呦 哦 现在呀 这种电话诈骗很多的 你们要当心一点哦 怎么又来了 还是那个人啊 嗯 那我给你接 真是的 喂 找谁啊 你是谁啊 夏 哎 你是那个夏伟夏市长啊 电视里那个人啊 哎呦 哎呦 不是了啦 我是他雇主 他在的 那你等一下 喂喂 你真的是那个夏市长 哈哈哈哈 好好好等一下哦 大华 真的是那个夏伟夏市长啊 真的是他 电视那个市长啊 每天出来的 夏伟 要跟你说话呢 接吧接吧 喂市长你好 你好 大华同志啊 我想和你聊聊天行吗 我我干活呢 我活没干完呢市长 我们约个时间吧 下午两点 市委办公室 行 行可是下午两点 我还有两劲没干呢 行 行我知道了 好的再见 谢谢 他说什么啊 你说话你急死我了呢 快说啊 市长说 让我下午两点 去市政厅办公室 哎呦大华哎 你又发达嘞 人家市长接见你嘞 可太太 我我穿点什么呢 还头发 真是的 你穿什么不重要了 哎 你本来就是个终点工嘛 市长都不看这些的 那好我跟你讲 这是个机会 你关键要说出你的心里话 把你心里的东西讲给市长 要说真实的 对 最想说的话 知道吗 快去了回家准备准备吧 我们这不用干了没关系 这些我会打扫的 你快点回家准备准备好不好 哎呀你赶快去吧 快点 哎呦好好想一想哦 太太 你站起来了 你自己从这儿走到这儿了 那我这是好了了喽 我的腿可以走了喽 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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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走路吗 大华 大华 乔纳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我再也不会离开乔纳一步了 这位妈妈 是 去了给您写信啊 我来啊 别犯得俊脾气啊 知道 爸妈都别难过了 咱们一块加油 我想他一定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 等我学生了之后 回来帮你们 有更好的日子啊 还等着咱们呢 爸没事 爬不得了 哥 哥 快走 我们的车有人走了 这咖啡大肉 超 好好考 好 没事 加油啊 爷们 超 大华你打电话 好好照顾自己啊 走吧 照顾自己 走 你能留下来参与高端家政的推广 我真的很高兴 我这次出国考察 一定要把他们优秀和先进的经验 都带回来 往小了说 就是通过我们的智慧和劳动 能多挣些钱 往大了说 那也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和国家的一份爱心贡献 经理说的就是好 要想发展家政事业 我们自己也得提高素质和业务水平 我觉得我们能做好这件事 我先摸索着干吧 做好干 我们自己的高端家政服务公司 就要开业了 福巧 丽云 威尔 都赶来祝贺 大家聚在一起欢歌笑语 畅想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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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姐 咱们这些年 一直为了过更好的日子 受累打拼 今天 今天我就是想告诉你 这个更好的日子 来了 伯爹们 伯爹们听我说啊 咱们出去干活要按时 还要保证质量 同时还要注意我们公司的形象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咱们去吧 咱们去吧 来来来 故事讲完了 这就是我们这一族人 生活在高楼大厦间的 一族中原公们 也艰辛 也快乐